嗨,各位好,这里是905阅读,我是主播颜知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文章是 人为什么要努力 人为什么要努力呢? 有人说是为了追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赶上孩子成长的步伐 在他们有需要时可以伸出援手 也有人说是因为想买的东西很贵 想去的地方很远 喜欢的人很优秀 所以要拼尽全力才能争取 努力的意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尽相同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是谁,只有努力多一点 人生的遗憾才会少一点 有句话说 我们的努力里藏着父母暮年的欢喜 以及对抗未来的勇气 确实,只有越努力 我们才越有可能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 成为想要的自己 爱情上,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是为了当喜欢的那个人出现时 不管他是富甲一方还是一贫如洗 我们都可以张开双手紧紧拥抱他 生活中,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是为了当暴风雨突然来临时 我们可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不需要依靠谁,自己也能撑起一片天 无论是生活还是爱情,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才能够换来自由和底气 支撑我们去追逐更美妙的事与远方 这一生太短,少有圆满 我们只有多些拼搏和不认输 才能够减少一些悔恨和遗憾 为一份长久的事业 为一对苍老的父母 为一场纯粹的感情 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虽然未来总是未知 但只要你肯努力 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里是905夜读 我是主播言之 我在湖南长沙 和你说晚安